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一定要明白艺术不是欣赏的 当代艺术很多艺术不是欣赏的 我们了解他 这样想的 这个人好奇怪这样想的 但是其实并不要要求你喜欢他 对对对对 这个是很多大众的误区 大众总是觉得一说就审美 他都不好的 其实大众没错的 就像我最怕别人问我的一个问题 常常被别人问到我 吓入我这个不得了的问题 然而是告诉我他没在哪里 我闪掉了 我不能回答 然后我就把传播学的观点放进来 这是著名的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1922年提出的问题 李普曼告诉我问题 绝大多数人 因为个人的精力有限 经验有限 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看法 都是道庭投诉的 以至于我们现在一个巨大的成见库 我们就剩下在这个成见库里 于是我毫不留情的把美在哪里这个问题 放在成见库里 我想这一集听完杨老师说之后 大家应该会很有启发 知道怎么样做错 我不知道 我是直话直说 我觉得我们两个对话就是 反正我说点大事 因为我也不是第一个 我也不是伟大的很成功的人 我就是一个做自己的 觉得有意思的事情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 史学跟策展人 在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 艺术家怎么样创作 其实是很重要 就好像你在照一个镜子一样 照到看不到的地方 其实其实我们觉得 我们改善一个观念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一种观念太流行 我们一体艺术就是审美 一体审美就是愉悦 一体愉悦就漂亮 一体漂亮就是 美 今天说美副白什么 爱眼睛什么等等等等等等 即使不讲选人 包括我在内 包括我在内都有愉悦的时候 总是有些东西让我愉悦 有些东西让我不愉悦 对不对 但是我始终认为 对于当代社会 尤其艺术这个丰富的存在 其实我们不要从这种情感做法 我们有时候可以用另外一种观点 我们可以站在一边 审视他们 这个相反真奇怪 这个相反很有意思 他会不会你想起这种奇 说起这种奇怪 我又想反问 那有些人他会 会为奇怪而奇怪 可能只是纯粹的在发重取宠 有 因为这是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 因为我们都想要 都想 都想怎么说呢 我们都想取得某种轰动效果 再说下去就涉及到心理学 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都比较容易看得出哪种 只是纯粹就是为了挖重取宠 而挖重取宠 而哪些是有深度的 本来艺术界就是一个 艺术界的江湖 就是一个容易挖重取宠的地方 我记得我当年读过 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本小册子 自由之路 中文本 我其实都不太记得 因为我不是搞哲学研究 所以我不能说罗素思想如何 但这本书其实有一段讨论 让我引起很深的影响 罗素在说 我们所理想的社会 是一个宽松的社会 这个宽松的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 我们要拥有那些神经病一样的一种 那些 几乎跟疯子一样的事 他们的确是神经病 他们的确不可理喻 他们可能是疯子 不过他们在他们胡思乱想当中 也许恰恰会打破一些常规 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个社会 一个宽松或者宽松的社会 为什么不能拥他们呢 他们又破坏了 当时我印象 我印象就是疯子 而且我在 随着对艺术界的内容的了解越来越多 也发现中西艺术家有很多差别 就是西方艺术家很多人是疯子 中国艺术家很多人是生活高手 我在中国看到艺术家 哇都是生活的 好了一塌糊涂 他会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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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什么叫名牌 什么叫有品味的茶几 我到一个著名艺术家家里 拿根烟出来不经意的说 这个烟灰缸也没什么 这个烟灰缸30多万拍卖来的 眼睛都那么远 但你去了解一下西方的一些艺术家 培根是个心理严重受伤的人 弗雷德也是个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人 虽然他是弗雷德这个著名心理学家的孙子 但他应该给他的爷爷看一看 他有严重的心理病 罗森科就自杀 为什么 其实布洛克也是自杀 我在看国外的艺术家 看一个就是一个 他们都是无异的地方 都是东西 都是奇怪 党地也是 是吧 所有举动都很奇怪 都是这样 中国艺术家总是告诉他们很会生活 我也觉得中国艺术界的人很会生活 现在很多艺术家工作室 非常非常的豪华 非常非常的令我吃惊 他们生活的简直 品味好极了 这是社会是太决定了吗 是因为整个社会环境 我也不能说中国这个艺术界 这样也不对 我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热爱世俗生活的人 我不能批评这种状态 我觉得也没错 从艺术就什么职业 也不要把它说得太崇高 但是的确有这个差别 的确有这个差别 就是说 余华最著名的小说就是活着 活着是中国人的信念 对 对 最现实主义 总是活着 然后我们争取了很好的活着 是吧 这个 我觉得这个 我绝对不是批评太多 我是说 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的世俗生活 方面的智慧很高 我在做这个博士论文 研究中国传统城市制度的时候 我也很惊讶 中国人在世俗小说 决定一丢 中国人可能有什么修道院的 修道院 不说过简朴的 城市的生活 神经病 对广州人来讲 要种商品 你有那些什么道家的 那些什么寺庙吗 那些 我说坦率话 我一直怀疑他们这些事情 当然也有修行的 苦和善和苦道士 过简朴的生活 我也相信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 也不是物质很富裕的 但是我一直认为当中有一些 这些真的假的 我都搞不清楚 至少我所了解的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知道这句话很重要的我 钟秉说的 握游唱神 我们说唱神很重要 我们的神得到舒畅的表达 唱神 但你想不过握游什么意思 握就是躺在床上啊 游就是 什么叫握游 我们说的通俗一点 握游唱神 就躺在一个舒服的床上 看着墙上那条长卷的山水 想象伟大的自然 旁边还有一个同男同女跟你倒茶 握游 你以为他们真的进山修炼呢 那个时候进山修炼 你以为那么容易啊 也不容易 尖沛流利也是没办法的 这个说错了 没有很好 真的 这个 这个 我 我深深感到中西方的民族风格 真的 中国是一个 中国这个民族是一个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是热爱世俗 比如说你看那个佛生六计 那个商人佛生六计写的 里面写了一款喝茶的方法 让我很吃惊 我这总在想 喝茶到这一份上 他说这个江南 为了使这个茶叶新鲜 我们知道 名前茶 清明前的 彩下来的茶叶最新鲜的 但是这个 佛生六计告诉我们 听那个家里面的那个旅主人 就把这个彩下来的茶 放在花园的那个 牡丹花的花蕊上 第二天要过一道露水 再把它重新把它 采摘回来泡的喝 我当时想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科学 这个 一个验证 这个喝了以后 会采集天地 阴阳之气 我搞不清楚 但是这种做法 本身很精致 很精致 我也不懂 那么多英文 拉丁文 什么什么什么 古希腊文 我不知道外国人喝茶 会不会喝到这个份上 反正我 喝英国红茶 我就觉得不怎么样 英国人就会把那个茶 跟带床茶 抛出来到里头来喝 我们这个中国茶叶大国 从我们对茶的热爱 那个怎么叫喝茶呢 那个喝一种有颜色的水 有颜色的叶子水 是吧 这个说到十足生活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人的热爱通过 这也影响了我们艺术界 艺术界的艺术家 绝大部分 至少我所认识的生活是非常好 当然有穷艺术家 不过那是奋斗的时候 或者不成功的时候 我所接触的 的确是一些成功的艺术家 我是觉得社会形态决定了 这个 这里面的这些 对 专业人士 他的这种 这种背后的理念 对对对 今天就是这样子 对这么做的 那个 在这种背后的 我来看看 是不是 对 有崩子 有一是 感谢观看